欢迎收看今天4月17号的蜡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仍然今天是好消息 就是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 在台湾指挥中心的宣布是零 那可是这个状况呢 指挥官陈时中也告诉全国的民众 必须仍然是要有防疫的最高的警觉之心 在这个同时呢 以后礼拜天不卖口罩了 让我们的药师呢 可以好好的休息 这一波台湾在武汉肺炎 或者是COVID-19新冠病毒的 这个名称之下的防疫呢 表现的是优等生 不止台湾人觉得我台湾我骄傲 同时中华民国的这位领袖 蔡英文总统也受到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今天的高潮是时代杂志 他们访问了许多的名人 而其中呢 蔡英文总统也做了一个投稿的说明 此外就是因为这一波受到了我们防疫的成功 世界各国都站在台湾的背后 而站在台湾的背后的对照主就是那个引力疫情 而且病毒很可能来自于中国的这个国家 以及他的帮凶WHO 我们今天仍然要跟各位好好的来讨论 不只是美国总统川普 美国的国会 同时法国的总统 英国的代理首相 跟世界其他主要的各国的政治人物 都看穿了中国 以及中国所掌控的傀儡WHO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继续的戒慎恐惧的 保持我们防疫上的这个成绩呢 今天桃园地检署对于病例393 384 他们这两位从美国回来 可能涉嫌明明知道自己已经有病 还登上了班机 回到台湾这件事情 开始做刑事调查 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 如何来保护我们的全民的生命健康呢 也跟各位做好好的讨论 节目当中我们当然要对韩国瑜 他必须面对罢免韩国瑜的高雄市民的这种声浪 和法律上的合法所做的一个判定 也就是他的行政高等法院 他所谓的停止执行罢免 韩国瑜的这个选举 他被驳回失败了 那另外呢 中选会今天做下了中华民国政治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韩国瑜可以透过抗告 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反制吗 我们也要跟各位做深入的讨论 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宾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刘世芳 寇姐好 大家好 谢谢时事评论家温朗东 大家好 谢谢知名的律师黄帝颖 寇姐 大家好 谢谢韦航 寇姐好 大家好 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 国瑜两极的桃源市议员黄敬平 寇姐大家平安 欢迎你 我们第一位 最后一位 他今天是第一次到我们节目 非常欢迎您 万方医院的感染科的主任 李文胜李医师 大家好 非常谢谢 来我们来看 时代杂志 所代表的这个 对于蔡英文总统的报道 他背后是坚强的 台湾人在指挥中心跟台湾人全心 权益的支持之下的一个武汉肺炎的防疫的成果 总统蔡英文再度登上时代杂志 这回不仅受邀写专文 照片还被放在封面中间 专题寻找希望也押在照片上和达赖喇嘛 NBA球星科瑞并列一起 斗大标题卸着 我的国家如何预防武汉肺炎大爆发 蔡英文向世界分享防疫经验说 台湾的成功不是偶然 是医疗专业人员 政府私人领域和整个社会一起努力 才能做好的准备 即便台湾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之外 但我们仍然愿意并发挥 我国在制造医药和科技的强项 与全世界携手合作 最后还向国际喊话 我们必须抛开分歧 大家团结一起才能对抗武汉肺炎 克服挑战能力无限 台湾可以帮忙 在杂志邀请过去曾经入选 百大人物的国际人士 就目前的世界情势 尤其是对疫情的因应 来撰文提出看法 感谢国人的团结合作 我们才能达到今天的成绩 台湾的疫情的指挥中心 让我们的防疫的官方 整个的公卫的政策的执行 倒爆发的被国际认定之外 在这个同时 我们台湾人的配合 使得台湾的领袖 蔡英文总统 她多次被媒体报道 今天这个时代杂志说 President of Taiwan 台湾总统 我的国家是怎么样 来防止这个COVID-19 就是武汉肺炎的大爆发的 光是这一句话 就代表了台湾的心酸血泪 跟我们现在可能感受到的 一个成果 朗东这一波 不管是川普 不管是这个Babla Street 3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重要的名人 跟世界上的领袖 对于我们的称赞 都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有长足的准备 最后一次爆发 对不对 没错 这个时代杂志 当然是整个英语世界里面 非常有影响力的杂志 那蔡英文 他在很关键中间的一个位置 其实他们材志 那个杂志的这个编排 当然是有他的意图的 会放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是说台湾确实做得很好 而且振奋人心的时候 上面讲的是说how my country 就是我的国家 所以台湾的主体性 又再次都被确立了 其实蔡英文总统分享这篇文章 是告诉他全世界说 台湾的防疫是怎么做到的 他里面有几个细节 大家都耳朵能详 可是其实想想的话 每一篇都是故事 而且我们节目其实前面 应该也都有提到 包含是说到底是怎么样 第一时间发现了 这个防疫的这个资讯 然后在十二月三十一号 是针对武汉这个班机做检疫 然后再倒是说 这些有入境的旅客 或者居家隔离的话 像内政部长徐国勇 他怎么样子去运用的 这个手上这个资源 去激励那些的这个警方 去认真的去做好疫调 以至于是说 我们可以把疫情控制好 还有我们的医疗机构的一些检验 然后还有全民在帮口罩机的生产 像是日本 他这个目前为止 民间厂商还不太想做口罩 因为发现说怕投资下去 就过几个月疫情就没有了怎么办 不像台湾大家有国家队 一起全境地合作 其实太多的环节 我这边也细数不完 这篇文章统结的是说 所以台湾为什么可以做得好 其实整个社会 台湾的人民一起齐心合力 蔡英文没有说自己很了不起 她是把这个功劳归给 全台湾的这个人民 还有各行各业的人 那我想她这样的一个 很虔诚跟谦卑的一个态度 这是让人家看到了 整体台湾在面对抗疫的时候 一种团结一致的这个精神 那现在整个世界局势 大概也分分成两个部分 因为你发现的是说 目前世界七大工业国就是G7 他今天开了一个视讯会议 在讨论说关于这个疫情的这个问题 也讨论说中国在这件事情上 扮演了一个责任 可是G7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包含说俄罗斯或是德国 他还是比较亲中的 俄罗斯他现在态度还是觉得是说 不要把这个疫情归在中国身上 包含德国我们送他口罩 他其实他虽然是收了啦 可是还取消掉了相关的一些行程 但是蔡英文总统也是说 面对这样的事情 他们相信德国的人 心里面还是有感谢的 德国网友确实也很感谢台湾 那所以现在全世界 大概分成两个阵营 包含就法国、英国、美国、澳洲 都对台湾非常肯定 之余也对于中国 他去引力疫情这件事情 也是非常愤怒 然后美国也是联合起来 要去追究这个责任 可是也有一些像是德国 或者是像是俄罗斯 他对于中国态度还没有到翻脸 但是其实在整个国际局势底下 台湾确实扮演关键的地位 就是说像德国和俄罗斯 其实他们不是我们的主要这个敌人 他们就是说比较亲中没有错 可是真正我们对台湾有威胁的 其实还是在于中国 所以说像希望大家网友 现在就像之前像新加坡这个事件一样 我们就不要再去出征了 对于那些非中国人的 非中国的一些领袖 他们那些言论 其实我们抱持一种 更宽容跟包容的一个态度 然后其实全世界是慢慢的 越来越会知道说 台湾确实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台湾在防疫上面帮助世界很多 那这一点其实对于整个台湾来讲的话 虽然防疫的过程是很辛苦 可是大家这过程当中也感到相当大的一个自信 也感到为台湾感到骄傲 当然不只是《时代》杂志 那前一波这个CNN 还有很多的西方的媒体 都陆续的这个报导了台湾的成功 我的国家如何防预防COVID-19大爆发 所以这个当这个老共就认为武汉肺炎 不应该叫武汉肺炎 叫COVID-19 但是它是我们的国家 这个国家叫做台湾 那这个不晓得国民党的立委 陈玉珍要不要出来抗争一下 那在《时代》杂志的这个报导当中 其实蔡英文总统她讲到了 我们在这个病毒 这个人道灾难当中 需要所有国家通力合作 她讲了 其实这里面是很心酸的 尽管台湾遭受不公平待遇 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 跟联合国之外 我们仍然愿意并发挥 我们在制造医药跟科技的强项 与世界牺手合作 最重要的是台湾 这个一开始被认为是风险最高的这个国家 那所以呢 巴巴斯追三呢 他再度的呼吁说 川普总统要学台湾 而且呢 他还转发美国的国会山庄的 15号的报导说 台湾中国的克星 或许可以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救星 从来没有过这个状况 那要请教这个李医师 你自己在这个医界这么久的一段时间 我们被WHO打压了这么多年 在这个这一段这个时间里面的表现 是靠着是我们的实力吧 因为事实上从两千零三年的SARS开始 到现在十七年 十七年来事实上 还有这些专家以及医院的这些领导者 以及感控的护理师 感控医师把这个SARS的 这个疫情控制下来 而当时在两千零三年 也就是十七年前 WHO事实上根本没有对我们有一些资源 或者是帮助 所以这十七年来 大家说我们这次防疫做得很好 事实上我们已经准备了十七年 努力了十七年 这十七年来 我们每年医车会有这个感控查核 卫生局各个县市的卫生局都有这个督导考核 那他们是来督导考核什么东西 是什么事情 包括疾病是发烧生产丹的设立 以及有没有内化 还有感控洞线 以及负押隔离病房 有没有准备 还有加上你的防疫物资 外科口罩 N9口罩 防护衣 有没有准备充足 你的战备存量够不够 若有疫情来的时候 是不是如果医护自己都顾不了 那就像我们医疗崩溃 像现在纽约一样 纽约 大家知道纽约 现在疫情非常惨重 我们看得非常难过 因为纽约这次的疫情 来得又快又急 因为一半是川普 他防疫半半拍 外面WHO给他一些错误的资讯 对 然后没有提早给他们警示 他一直以为都是流感 It's ok nothing 然后过一回就没事了 以为就像流感一样 很快就有疫苗 很快就有新药出来 可是到现在疫苗 疫苗以及这些新药特效药至少要到明年初 可能才会出来 可是从现在四月份到十二月 还有还有八个月的时间 到底要怎么度过 那大家感觉在臺灣是非常那个幸福的 是 那这个防疫会做的比较好 也是我们这个十七年来的这个准备 所以WHO那天谭德塞这个批评 我们臺灣 那时候我就非常的生气 说你台南塞以我们医生的看法 你根本没有帮助我们臺灣的医疗 那你凭什么批评我们 那是不是因为川普骂他 然后不经不经援 他说他就紧张了 他就转移注意力 来骂我们臺灣 那我们臺灣变成他的出气包 我觉得对我们臺灣根本不公平 而且对台南塞这个人 我觉得我们医护人对他更反感 好 其他李医师 你刚才说 其实SARS之后 我们每一年都有在做演习 你是万方医院的感染科的主任吗 这个部分 其实你是第一线的这个 要做好所有准备 所以每一年 我们的卫生署 辖下的卫生局 都要跟你们做一些医疗设备上的 这种检验 跟这个相关的这个有重大的传染病的时候的 这个整个的医疗防疫的措施 都要做一些动线的演习 对不对 是的 我们每年都有所谓的新 新旗在乎县的感染症 是 那是全臺灣一起做吗 还是每一家医院 每一家医院 轮流做 自己做 自己医院能不能保得住自己 至于有没有自救的能力 是 所以万方医院 每一年都有这样子 是的 事实上每一家医学中心 还有大型的医院 都有做 你们现在的富亚格力病房 有几间 我们现在富亚格力病房 这个我们是在顶楼 一个整层的富亚格力病房 有差不多十间左右 然后家户病房也有四间 竟然是有一间 标准的富亚格力病房 所以大概十五间左右 所以这都是二零零三年以后 SARS的惨痛经验所造成的吗 对不对 是的 在两天零三年 然后在那时候二零零四 就盖了一整排的富亚格力病房 那当时盖好之后 后来就当作肺结核的这个 这个专门治疗 肺结核病房 所以我们院是大台北南区 肺结核的防治中心 也是MDRTB 都从抗疫性肺结核的防治中心 所以在传染病 有传染病的时候 你们的医院就可以做好 非常好的这种应对措施 对不对 那这一波呢 万方医院这个医疗 医护人员也是全部都动员起来 是的 这个每个医院的院长或副院长 事实上都担任这个防疫的指挥官 因为这个院长有这个行政的意义 但事实上我们感染科医师 以及感控的医师 护理师 就是这个指挥体系 就算我们现在中央这个防疫指挥中心 那现在有这个陈时中部长 他是这个指挥官 那还有张上纯教授 还有其他工会专家 CDC署长 副署长 医管署 对 那还有这个防疫医师等等 大家组合成一个这个团队 一个指挥中心 然后一起来制定这个公卫 以及防疫体系的政策 好 所以在医院里面 像你这个感染科主任 是每天跟着我们的这个疫情的防治的 最新的讯息 这个来接收 然后讨论 来做这个下一步 对不对 是的 好 这个就是光是一个万方医院 从2003年开始所受到的这个震撼 之后一直到今天 光是他一个小小的例子 才累积出来 今天台湾呢 受到各界肯定的这个状况 那今天我们又是零确诊 但是呢 今天零确诊之后呢 这个陈时中 然后指挥官也告诉大家 要提高警觉 因为 他说东南亚国家呢 现在是耀耀欲试 这个有点蠢动 这个因此我们对东南亚国家 现在入境也要求要所有的居家检疫 不过呢 在这一波我们另外的一个 这个延伸出来上的收获呢 就是很多人认为 台湾这个国家不可以被忽视 不可以被中国给欺负 因此呢 美国的前国安顾问波顿呢 他就已经说 要对台湾做承认 这个是在我们这一次的 coronavirus之后 那这个美国应该 考虑呢 要给台湾呢 完整的外交关系 那这是他的主张 那今天外交部也说了 我们呢 非常这个 感谢 这个深化美台关系 那所以要请教这个 施方 这个传染病不在我们的 所有的规划当中 可是我们准备好了 面对了这件事情 不只是防疫成功 我们还得到了全世界 同情我们国际地位 畸形化 这个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机会 是 所以我们蔡英文总统 在他的time的访问里面 他用了我们台湾的国家 这个岛是一个坚韧之岛 坦白讲 他接受这个time 这样子的邀访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会觉得说 真的是眼泪都会流下来 因为我们在国际地位上面 之所以被孤立这么久 最主要是来自中国 结果现在中国跟台湾的防疫 刚好是个对照组 这个对照组又看到说 WHO是如此的跟中国一起 航瀉一起在讲话 不帮台湾讲话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括像欧洲或是美国 或是英国跟那个法国 这些重要的领袖都出来讲了 讲说WHO的话 根本不能听 那中国的防疫 他的资讯我们也不能用 所以接着下来 包括美国的外委会 的参议员有16个联署 要求我们这个美国总统 不可以再去资助WHO 美国资助WHO的钱 大概每年是22%左右 跟这个中国每年 2000万美金是不能比的 大概有五倍到十倍之多 那这个部分就表示说 谭德赛在这次的防疫 做了这么糟糕 然后在政治上就一直来孤立台湾的状况 又说谎 怎么说谎 他们一直讲说 有啊WHO一直有在帮忙 台湾的公卫啊 结果又被我们打脸 我们自己的疾管署 已经对外讲了 过去十年当中 我们申请了187场技术的会议 结果只有57场能够参加 表示有70%以上 几乎都被否决的 那表示什么 表示说台湾可以自立自强 让人知道说 我们自己的公卫做得这么好 所以我认为 未来在疫情过后以后呢 这个WHO里面的人士 一定会做大的变动 他们现在好像有点害怕了 对不对 这个最近他们的动作是 来打电话跟我们 问我们怎么做得这么好 可是他只有一个人 他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打电话过来问 他们的整个问他 张上纯医师跟他回答说 未来我们的专家 可以再跟WHO的防疫专家 再做比较好的沟通会议 他就说回去再研究 表示什么 他们还是会害怕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自己台湾的国内的疫情做了这么好的状况之下 下一波台湾有没有这个机会打破台湾被中国孤立在国际社会上 其实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我相信全民的共识一定会很强 是所以呢这个不管怎样我们的努力 而且我们的争取 我们的这个非常以这个坚强的实力做后盾 让国际看得到台湾 台湾 can help 而且台湾 is helping 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WHO的谭德赛 在这个无耻的扭曲我们批评它是这个黑人的这个事情呢 都无法掩盖我们疫情做得很好 所以昨天其实张上纯这个召集人 他在记者会里面就已经说了 这个专家叫做范科霍夫 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好成绩 他大可把我们打死在这个WHO的门外 他说呢台湾怎么做得这么好 双方有交换确诊案例 本土传播的情况 他说这个短短一个小时的对话 促成彼此更多认识了解 但是这个是不够的啦 完全是不够的 那我们怎么做得这么好呢 是因为我们各个的部门都非常严谨啊 连有两个病例 他们从美国回来 这个备受这个议论的就是 病例393跟病例384 384是先生 他先回来了 然后确诊 结果呢 他是因为在美国 跟一个确诊病例的人有接触 接着呢 他的太太393 在我们防备不及的情况之下 他也坐飞机从美国回来了 393 384这一对夫妻 他们都跟美国的确诊病例接触过 所以今天桃渊递检署要查 你这两个人啊 到底是不是明明知道自己有病 还偷偷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上了飞机回到台湾 更别讲他们所使用的这个费用 现在是要由台湾人来支付 因为他们没有健保 他们在过去呢 十几二十年间才回来两次 这个算不算是正义之身 在法律上面呢 我们如何看待 传染病防治里面 给予台湾人的另外一个 判别是非的一个个案 疫情全球蔓延 许多旅外台湾人急忙回台 其中一对夫妻引发争议 案384 案393 这对旅居美国30年的夫妇 先后返台都确诊 但他们在国外时已出现症状 还硬搭机回台 现在检方药分案调查 女美夫妻自境外一路确诊病例 在返国前已有症状 仍然搭机返台 这个行为可能涉及到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特别条例第十三条的罪 陶检强调盈利不报 依法可处罪重两年以下徒刑 二十万到两百万元罚金 案384 393上机前出现症状 却没通报 导致全机遭殃 还传出有同机乘客 看到案384在吃药 而案393拉肚子 却变称是喝牛奶引起 丈夫案384 4月3号就出现症状 4月10号入境隔天确诊 她的太太搭另一班长荣班机 4月11抵台 4月13确诊 然而有确诊病例的配偶搭乘班机 长荣事前完全没掌握 直到飞机降落前两小时 才知道机上有确诊者亲人 出现严重破口 但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早就通知移民署 384的配偶即将返国 然而最后相关回报出现断点 从机关署到移民署都知道案393要回来了 唯独长荣不知情 到底谁要负责通报长荣 移民署以声明稿表示 并没有获得授权 因此不能将旅客疫情各自内容 直接透露给航空公司 暗指通报应该是机关署的责任 经过这次的经验里面 我们觉得在机上 也许应该要有一点作为了 可以让这样的一个事情 能够避免更大 不过牵涉到了一些 相关一些法律上的一个争议 疫情当前 各属内部水平沟通出现缺角 上下垂直无法整合 导致其他乘客深陷危险当中 如何防止下次漏洞 指挥中心得要定出 SOP来应应 是没有错 因为我们在防疫 特别条例通过之后 有一个新的法律 过去救法没有 其实这个案情 大家有没有印象 当时武汉班机首航 回来有一个台商 不在原名单上面 回来之后就确诊 那个案子 大家也开始质疑说 为什么当时无法可罚 因为当时那一个 二月初的这个首航班机 我们新的特别条例 是二月二十五号才通过 所以救法没办法处罚 我们国家马上记取这个经验 刚刚李医师讲的 我觉得非常正确 就是十七年前 我们除了说医疗第一线 马上在做这个SARS 之后做这个演练 我们在法治上面 马上也追上 过去在处理口罩 能不能做口罩国家队 能不能征收口罩 过去的法律 没有 记取SARS的经验 大家会抢口罩 马上在法治上面 给予他这个依据 后面的这一个 这一次美国回来的 这个例子 其实他为什么会被质疑 是因为他在那边三十年 长达三十年 你回来一两次 这一次一回来 两个都确诊 大家就会质疑说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 透过飞机的方式飞回来 确诊的病患 能不能这样子飞回来 用我们的资源 那台湖原地检署 是接受高检署 高检署要求说 我们目前各地检察署 都有防疫处理小组 也就是说检察官 他其实除了他的这个 侦查刑事犯罪之外 他其实还有一些公益的角色 公益的角色是说 他包括他可以整合 地方的卫生单位 或者是相关的护证 有些人跑掉了 有些人在哪边 要如何去防犯 他有这样整合的功能 他如果今天在这边侦查完之后 发现他的法律要件 叫做说你要明知罹患 这个病或者是疑似感染 你明知你疑似感染 那你回来之后又有传染之余 这样的法律要件之下 他可以除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他是刑事犯罪 所以检察官在这边做侦查 那如果侦查到最后说 他无法证明说 他是明知 他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觉得 他就回来 当时没有症状 如果没有办法证明 没有症状 他是回来刚好凑巧 他这种隐匿疫情的部分 如果说他的这个相关有接触 你有跟确诊病患接触等等 这些部分 你再回来都没有申报 你在飞机登机前没有申报 你隐匿会有行政罚 行政罚是罚钱 那不是检察官做 检察官就会把他移给卫生单位 要他去罚他钱 所以这个部分 我认为桃园地检署 接受高检署的指示 说我们来防疫 防疫的这个处理小组 是非常正确的 一来先确认他 有没有刑事犯罪 你特别从美国跑回来 这两个例子 三十年都不回来 什么可疑是不是明知 是不是故意的 有的话两年以效期徒刑 如果无法证明说他是明知 你有相关的隐匿的话 还是有行政法 移给卫生单位 让他去采罚 这个部分我认为 为什么今天 整体这样子做起来 台湾全世界在看说 会是有点像滴水不漏 韩国瑜的高雄市长的宝座 显然已经做不下去了 因为今天呢 他收到了双重的噩耗 第一个就是他的 高等行政法院 要求要暂时停止 这个罢免的行动呢 已经被驳毁 同时中选会 在傍晚的时候呢 已经对第二阶段的 罢免韩国瑜 做出了裁决 换句话讲 用法令规范的日子 除非他在抗告的 过程里面 得到了法官的特殊待遇 否则 6月13号 就是他要被罢免的 最后期限 我们来看 最新的报道 官方高雄总部挂起新墙面 以选票格式 写着韩国瑜的名字 还强调 同意罢免这四个字 罢免四君子坐上铁笼 升空盖章 同时启动倒数50天的 民主抢贪行动 呼吁市民 6月6日 站出来投票 既然你们觉得韩市长的施政 韩市长的人品 这么值得信赖 不如鼓励你们的支持者 一起在6月6号星期六 出来投罢免票 让6月6号星期六 罢免这一天 成为高雄 最具有历史记忆的一天 中选会针对 二阶罢韩联署人民策确认后 宣告6月6日将进行投票 而稍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也驳回韩国瑜申请停止罢免案 都让罢韩团体 对于台湾民主的价值更有信心 这边也特别感谢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今天驳回了 韩国瑜停止罢免的申请 维护宪法所赋予人民行使的罢免权 守护了直接民主的价值 我在这边最后也要提醒韩国瑜市长 走到了这一天 你应该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 请你像个大人一样 不要像一个妈宝一样 不管什么事情 都要国民党的 国民党党团 来替你完成你的愿望 大动作向法院提出 停止执行的申请 高雄市长韩国瑜阵营出招 立抗罢韩团体 没想到还不到一天 北高行火速驳回韩国瑜请求 可抗告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驳回理由 是不正确的 在过往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处理停止执行的案件当中 从来没有用 宿院会是不是已经拒绝 或是有没有故意延宕 来作为驳回停止执行申请的基础 所以针对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这一个 违反法院本身惯例 以及论理错误的裁定 我们会尽速提出抗告 今天高等行政法院这个裁决 中选会这样的决定 但是韩国瑜还有他反扑的空间吗 他可能可以提起抗告 就是说高等行政法院 北高行这边做出的裁定 他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省级的裁定 那后面他当然对裁定不符 他可以提抗告 只是说抗告上面到底有没有效果 因为在法律上面 其实韩国瑜申请要停止罢函 是站不住脚了 因为不论从行政诉讼法上面 看起来是说 法官今天也讲得很清楚 他说这个保护 欠缺保护的必要性 你要讲说你的急迫在哪里 你今天要申请暂时 全力保护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希望法官 你要暂时先保护我 那我需要有急迫 迫切的危害 你要先保护我 那在这边你要举证去讲说 我到底什么危害 那在这韩国瑜从这个案子 从头到尾 他都没办法做任何的举证 说他在罢韩的这个阶段里面 他有什么样的危害 那今天的这个裁定里面 还有一个理由 他讲说他过去有一个实物见解 他说如果你要要申请这个 暂时全力保护 你要有急迫 急迫切到说 非得逾越现在的宿院阶段 换句话说是什么 你韩国瑜已经针对中选会 这个部分提起宿院 那你要举证去讲说 我现在非常的急迫 你要赶快来保护我 保护到说这个宿院阶段 可能没有要保护 所以你要强烈的保护 在这边完全没办法做任何的举证 所以韩国瑜在这边的主张是 法院都看不下去 我过去在行政法院的这个相关 过去党产的这个案例上面 对于韩国瑜这个申请 其实前面我们还蛮担心的 就是说 蛮担心说 会不会遇到韩坟法官 但是在今天下的这个裁定里面 他回到过去的这个见解里面 告诉你说 你要申请暂时全力保护 你还是必须符合过去这些要件 你要去举证说 你有哪些的迫切需要去保护 韩国瑜被驳回之后 他当然可以再继续去抗告说 我到最高行政法院去 但是在法律要件上面 他大概还是难以突破说 第一个 你要去说服法官跟社会 有关于罢韩的第一阶段 提议的程序 其实在选罢法 整部法律里面的规定里 没有去讲到说 所谓的一年内 一年不得罢免 但是他没有讲说罢免的提议 有受到法律一年的这个限制 法律所无知限制 对一般人来讲就是自由 他的情况是说 你不能增加法律所无知限制 去限制说 你这个所谓的一年 也包括罢免的提议 这个部分法院的见解过去 也非常清楚 不能增加法律所无知限制 韩国瑜在那边讲说 动辄讲说罢免这个提议违法 这个部分完全没办法说服 社会跟法官 同时他说 我有暂时需要先保护我的必要性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这个裁定 已经告诉你 你没办法证明嘛 那你带到最高行政法院去 一样无法证明 就回归到最后面 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其实法律上面 他站不住脚 那政治效应上面 如果他继续在法院上面做争执 那会不会像傅昆琦 接受访问说 说这个东西到底对他有没有帮助 他是不是不断的在帮高雄人吹票 你不断的去在法律上面说 这个罢韩不行 罢韩违法 罢韩应该停止执行 但是法律上面你站不住脚 那不断的被法院打脸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告诉高雄人说 你的罢免的权利非常重要 宪法赋予公民上面 有罢免的权利非常重要 法院在这边不支持韩国瑜 所做的这些无理的这个牵托 法官都没办法支持了 那高雄市民 是不是更应该去理解 宪法赋予你罢免的这个权利 所以如果韩国瑜要继续去在法律上面 浪费司法资源 不断的在这边尝试触碰 有没有机会遇到韩坟法官 我认为这都不是那么聪明的一件事情 他应该回归到说 他所谓他专心在市政 是怎么样的市政 他应该告诉高雄市民说 不要罢免我的理由是什么 而不是不断的去告诉法官说 你赶快暂时先来保护我 暂时先来保护我 又拿不出任何的证据去举证 然后让法院打你一点 我认为这个做法真的是不聪明 今天他在中午的时候 法院是火速的做了一个判决 这个问题就是说 韩国瑜他的法律师 所申请的停止执行的理由 是说罢韩偷跑 他觉得就职没有满一年 违反的选拔法 但是行政法院认为 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一个政治上的很明显的动作 就是在反制罢韩的同时 韩国瑜的阵营 把另外一个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给牵扯进去了 那今天我们看到中选会 他也做了一个 最后的第二阶段的一个裁决 所以看起来 韩国瑜的阵营 在法律战上面 据了下风之后 他们就要牵扯出一个人物 这个人就叫做陈菊 要请教一下这个释方 昨天叶庆元说 这次的罢韩团体背后的主导者 是陈菊 那他自己呢 又一直在那边直播 说他每分每秒都被抹黑 台湾要走向一党独裁 专制的这个状况 这个其实是政治动作 跟法律没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是 今天中选会决定了 那之后呢60天内要举行投票 所以换句话讲 大概大局已定 这个抗告的成功的可能性 几率几乎非常小 就是在6月13号以前 罢免韩国瑜的这个 投票呢 要完成这个进行 而且呢 总统府昨天也说了 陈菊从来没有参与 罢韩团体任何活动 更不曾对罢韩团体表述 任何相关意见 可是他很惨的是 当他在做政治动作的时候 他们的国民党阵营里面 非常重要的花莲王 居然说反对他用这个 司法的方法来做反制 看了都晕倒 那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 在另外一方面呢 他在议会上面 本来高雄市议会的 国民党团也想办法让他 能够无限期延期他的 议会的总咨询 没想到在野党的反制 要开临时会 也已经成功了 所以他各种这个 要逃脱这一次 罢免韩国瑜的先前的 这种他这个反制 完全都无效之后会怎样 我觉得韩国瑜阵营 在这次北高行的 这个部门被驳回 是一个笑话 他用这个罢韩的团体 是叫偷跑 来要求就北高行的法官 可以听他们的意见 然后可以把这些罢韩的动作可以延缓 可是大家都觉得整个的高 高雄市民都知道 韩国瑜他是落跑市长 他是落跑在先 所以才会有人要罢名他 他要先把他原先 为什么人家签那么多连署书 要先想清楚说明白 那这次我可以看到 为什么有这个反罢韩的声浪 这么大 包括叶庆元律师 或者包括王潜秋 这些所谓的 不管是江启臣 所派出来的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御用律师也好 或是王潜秋 这个夫人帮 他们想要用法律 战的方式来阻挡这个罢韩的声浪 结果这次你看才一天的时间 昨天才开了一些辩论庭 一天的时间就被驳回了 就表示说法律战是失败的 那同时打脸的有两个人 第一个就是傅昆琦 傅昆琦长期以来是韩国瑜市长的好朋友 结果这次罢韩的行动 他也觉得说这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他们总觉得说 好像罢韩的声浪 在民间里面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说不定可以拖过这个六月多的这个罢韩的行动 说不定罢韩就不会成功 所以傅昆琦觉得说 他你现在是惹起千江雪 然后在很多这个罢韩的行动 趁这一次叶庆元跟王潜秋到台北来 把它弄得很大 甚至在抹黑城局 说城局在背后 在主导这个罢韩的行动 让大家会觉得说 这件事真的要发生 你看像今天就已经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法院已经驳回了 第二个中选会今天也确定 在第二阶段的有高达三十七万以上的 这样子的高雄市民 第二阶段连署是成功的 那成功之后呢 马上会发布 在这个时间内就二十天到六十天的时候 其实高雄市就可以举办罢免的活动 那再来韩国瑜的阵营 一定想说罢免活动 我们可以再来讲说 现在疫情非常的严峻 大家不要出来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韩国的例子 昨天的例子就非常的明确 韩国的疫情比台湾还要严重 结果韩国出来投票的投票率超高 居然是超新高 对超新高 所以不要低估了高雄市民 会觉得韩国瑜上任那么久 面对罢韩的部分 不管你是政治的抹黑战 或是法律上面这样子的一个杯葛 其实都不会成功 我觉得高雄市民 今天可以有小确信一下 我们就等六十天后 来参加这个罢免活动的投票 当然韩国瑜绝对不会 就此束手就擒嘛 对不对 高雄人的温朗东 你怎么看这个整个的过程 本来他是 如果他用冷回应的方式的话 那他唯一的可以不被罢免 就是让投票率低于25% 就算是低于25% 同意票高于不同意票 罢韩还是不会过嘛 他现在已经打成了一个非常 这个高温的蓝绿对抗战 那这个对抗战 他唯一要获胜的可能就是 疫情当中大家不出来投票 这个可能吗 第二就是到时候 就算投票的人很多 韩粉大集结 让不同意票打下这个同意票 你怎么判断 刚过完年的时候 我就马上去联署去罢韩 其实那个时候的话 因为我户籍一直在高雄 在高雄住很久 那其实那个时候 心里面还是有点担心 觉得说哇 这个其实选举选完了之后 大家还会关心罢韩这个议题 其实很不好讲 那可是没想到是说 第二阶段这个联署 雪片般飞来 非常多高雄人 甚至过去很多曾经投给韩国瑜的人 他们也愿意去投下 这样的一个联署的 去签下这个联署书 然后有些联署书 他签一次还很怕被刁难 所以签了很多次非常的辛苦 那为什么意志那么坚定 那因为他们印象非常深刻 韩国瑜是怎么样的人 其实已经根深蒂固 那当然韩国瑜这几个月来 也安静了许多 那可是没想到他最近发现说 哇第二阶段 四十万联署送进去 后面备案还有十五万份 还没送的时候 哇他整个本性又复苏了 他最近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自己是被一堆小人绑起来 那个格列佛 意思是说高雄的 你只要有去联署他都是小人 这些小人就把韩国瑜绑起来 你看他多侮辱高雄人 去年的时候就说什么 哇那个布底下全部都是遮羞布 你们都被遮羞布遮起来都是空气 现在又说一个新的说法 说大家都是小人 那其实回到刚刚扣姐讲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说 现在挺韩的团体 他要如果要去弄不同意票的话 我认为难度很高 因为不管是总统投票的结果 高雄立委投票的结果 还有高雄人这个联署 是热烈反应来看的话 其实目前韩国瑜在高雄 绝对是同意罢免的占绝大多数 所以如果你要催不同意票 你只是让整体的票 可以过有效的门槛 这个四分之一而已 那回到前面第一个问题是说 那到底这个票能不能过四分之一呢 其实也很难讲 因为如果大家真的很担心 说投票是不是有疫情的影响 等等的话 可能就会不去投票等等 但我认为韩国瑜 现在都是在帮罢韩去加分 他都是在加温 如果他什么时候 对韩国瑜来讲最好的情况 就是说他就摆明了 是说我做一天算一天 那是每一天我都认真做市政 他摆住这个态度说 你要罢掉我没关系 我每天还认真做事 那我也不会去提反 什么法律途径来干嘛 我也不会放话 反正做好市政 这是韩国瑜最好的策略 他这么做的话 可能有些人心软 他就原谅韩国瑜就不投票了 可是韩国瑜现在的做法是说 哇我就提法律述政用各种方式 他的律师还说 这是一个善与恶的抉择 意思是说 你去罢韩你就是邪恶 你支持韩你就是善良 这种道德论 其实对于高雄人来讲 看了眼里就觉得 哇你才刚想选市长 马上就要落跑 然后结果现在还说什么 我们去罢你 这个叫邪恶 其实大家心里面原本气慢慢消了之后 他慢慢发现说韩国瑜的本性就是如此 所以他心里面当然是说很难过 那至于说法律上面的一个问题 如果他们认为这个法律上有瑕疵的话 其实在12月26号的时候 第一阶段的联署就已经送件了 包含高雄市的选委会还有中选会 他们都没有意见 国民党团也没有意见 到了1月17号的时候 中选会通过 我们党团也没有意见 结果一直等到说第二阶段四十万 还包含中选后面还有十几万在那边 他才开始害怕 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事情在法律上的争议 根本没有那么大 他们只是因为于当初根本就没想到说 高雄人这么群情汹友 他就是看衰高雄人 觉得高雄人不会去连署 就高雄人真的连署过之后 他们心里感觉到很担忧 所以说 他一开始 他以为第二阶段不会过吗 他是判断错误 他判断错误 他判断错误的很多 这是惯例 所以这个判断错误呢 就会使得说他现在 这是垂死挣扎 那我最后讲一个是说 当然定颖也讲得很清楚 这件事情法律上有没有急迫性 没有 因为对韩国瑜来讲 最急迫是什么 就是把市政做好 这是他利益 可是他市长权益 有没有受到影响 没有影响啊 他照样去施政 照样去做事 所以说他完全没受影响的时候 法律当然不会觉得说 有任何的急迫性 那这再来看是说 他去争执的一个重点是说 第一个阶段 说那个前面有一些人呢 是在那个一年前就开始做连署 这个在法律上 根本就没有写说 你在第一阶段连署 其实不能够做连署 他只有说送件 必须就在当选一年后 第一阶段送件一年后 这只这样写 所以他在抓一个法律的灰色地带 而且再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怎么知道那些连署是怎么来的 他怎么知道 从什么时间开始 所以他只是一个假赏 假设说有些人提早连署 这是问题而已 他根本没办法证实这一点 第二个事情是说他如果觉得说 那个一万多两万份里面有一部分 假设了五百人一千人 他其实在韩国瑜刚当选 就开始在筹备连署 他认为这部分有一点瑕疵好了 可是很明确的一个事实是什么 就是有四五十万人 他在韩国瑜当选一年之后 还愿意签下第二阶段的连署书 所以这个部分是完完全全在他当选 一年之后的一个很确切的名义 所以我相信法官应该还是做出明确的判断 来看一下台北市长的人选 这个陈时中被认为是强过蒋万安 这个是一个被认为他机构效应比较强的一家 这个媒体的所做的 韩国瑜最严重这个选举 这个比较精深 我先请教你 陈时中打这个蒋万安 53比36 然后三个人的时候 蒋万安 黄珊珊跟吴一农是五十对二十九对十三 那如果是陈时中出来的话 看起来是蓝绿通吃 对不对 那有这个吴一农的基本盘还增加了二十趴 这个二十趴从这里来十五趴 从这里来四趴 换句话讲 基本盘加上蓝绿 他会不会是一个下一波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手 你觉得克文哲没有怕他吗 克文哲昨天说 对选举还有很久 但是但是 他的攻击力是很强对 陈时中 应该是这样讲 其实这个台北市长的这一次的选举 就下一次的选举还蛮久的 所以变化很大 陈时中他现在有非常高的这个民意的肯定度 满意度非常高 九成 我想九成再怎么变现 也不会差 所以你现在如果明天投票的话 一定是他赢 这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实际上选举还非常久 各政党都还有一些变数存在 民进党是不是陈时中 当然变数非常多 国民党是不是蒋万安也有变数 大家不要忘记韩国瑜一直举手 他想抱对 所以大家也不要忘记 韩国瑜被罢免之后回国回来选台北市长吗 还是可能这个就我们了解是蛮有可能 会投入这个进阶的选举 所以其实还有变数存在 当然台北市一定会非常有话题性 那蒋万安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比较闷一点 就是他经常是比较被动 很多事情拿捏不出一个决定 所以原则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变数还很大 但如果民进党推陈时中 至少在柯文哲那边 其实他那边就很快就会被边缘化 柯文哲的人选这个 像这个就很明显 非常明确嘛 对就变化 柯文哲的基本盘而已 柯文哲的这个 9%就是基本盘 大家不要忘记柯文哲以前还是很自豪 他怎么样都有20% 你看现在马上就被边缘化 不管你是怎么组合都已经被边缘化 所以实际上是这个陈荣出来是很明显是对柯文哲非常不利的 老东你怎么看 其实柯文哲他的个人魅力没有办法传给黄珊珊 所以说他原本可能在台北市在20几%的支持度 可是在目前为止 因为他找不到接班人所以传不过去 但陈时中的这个被 有的人认为他是一个造神的现象 很可能跟柯文哲跟这个韩国瑜一样会抱起 然后又抱下来 但是他们两个人是政治工具 这个这个柯文哲跟韩国瑜都是他的粉丝把他推上来的 但是陈时中是靠着防疫的实力起家 所以陈时中会是跟他们一样吗 会暴起暴落吗 暴落的几率没有那么大 是说陈时中他很少失言 你看韩国瑜跟柯文哲都喜欢胡说八道 或有些时候他的粉丝也喜欢看他乱讲乱批评 可是陈时中虽然他有些时候讲话比较严厉 但是他基本的态度都是蛮平缓的 甚至觉得他说 这有人上了选曲场子就不热了 他就不会吵架 这个知识度已经太高 已经不是选曲场热不热的问题 一般我们专业超过38%以上都是非常强势的候选 这53%基本上就是没什么拼头 可是他一个很温暖的形象 要不要建议他去高雄补选的时候直接上了 高雄补选太可惜你这样讲会政治联想 现在户籍来不及签 这个真的是可能来不及签过去 可是陈时中真的是温暖的形象 因为我们疫情过后以后大家一定会有那种 那个受到疫情 一个海啸过去有那种失落感 但是陈时中温暖的形象其实不错 今天这个最新的发展显示出罢免韩国瑜 大概六月十三号就会底定 而且大部分人都认为他会被罢免掉 陈时中绝对是罢免韩国瑜的最大的助选员 所以黄敬平先生 你们这个韩国瑜怎么样吵闹抗告 这个如何搞政治批评成局都没有用嘛 陈时中是王牌 现在是王牌 将来也是一张牌 这张牌在台北也可以放 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放 他那个民进党还要光复很多地方 真的只能说现在是反映他们个人的人气 还有民气 那陈时中有这样的一个高支持度 当然有赖于他自己的这个防疫的这个表现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医师出身的政务官 他不是一个纯政治人物 当然要考量他们自己的个人医院 包括陈时中或者是刚刚 跟医生选上的人很多 赖清德现在是副总统 那当然 但是赖清德是一路他就在民进党里面 他的发迹就在政党里面 是在政党的这个培养栽培之下 陈时中就比较不是 我问你陈时中曾经立民部分区立委过 陈水扁总统时代 他练民不分区立委 你记不记得 是 所以陈时中他在陈水扁总统的这个 做主席的时代 其实他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个基本的铺层 不分区立委是一个形象 那如果你其实是区立委 或是自己主动表态了 那是一种政治企图性 要看陈时中 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企图性 他昨天说 这个记者答复 他说他没有这个想法 很多人说叫他不要把话讲死了 请教定 你也是不分区立委练民 所以这个陈时中曾经列民部分区立委过 我这个东西 基本上他慢慢滋养下去 他就是一个候选人吗 民进党有一个过去的文化 就是会找一些专业人士 来再拍在部分区里面 对就部分区里面 但是他不见得是 对不见得是会上 但是他就是某种程度 是跟专业人士做一个沟通 或者是做一个平台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文化 陈时中当时列 我想他也是一个医疗专业背景的人 那这个专家学者进来挂在不分区 你觉得绿营的选民 希望看到他出来 其实他现在不要说绿营的选民 就是说他已经超越蓝绿 九成一的支持度 大概台湾找不到任何所谓政治人物 可以超越 那这样的情况 我认为还是建立在 他是防疫的专业形象 也就是说他现在防疫工作 只要做好 我觉得他不要去回答政治问题 是对的 他昨天的回答当然是对的了 他这也显示出 他在政治这个领域里面 有无限大的空间 特别是韩国瑜 已经几乎要被罢免罢定了 那在这个政治的氛围之下 陈时中这张牌 究竟要怎么样 让民进党的执政 得到最大的光亮呢 我们等一下继续跟大家做讨论 请他锁定 民事台湾台 那新闻一文 要请教这个国民党的敬评 第二个就是 他在议会当中 如果那个临时会 他能够翻人回物 表现良好 展现他可能带动高雄市长 这个的一个格局的话 说不定会得到 这个选民的同情 还有一点 他们这个猛打这个陈局 说是陈局的团队 跟陈局背后 所搞的一个政治动机 这三个做法有用吗 可是就在这个 他们在筹备反制的 过程里面 来了一个 这个是窝里反 这个窝里反的人叫做 傅宽奇 看了都晕倒 那当傅宽奇 花莲 他代表的是立法委员之外 还代表了花莲 他这个跟徐政卫之间的 这种所连结的地方 这个派系的力量 他能够反制吗 他能够避免得了投票吗 避免不了 他要怎么办呢 或者不一定是说 跟他不同意见 就一定这个对这个韩国瑜 或是他自己的基层的支持度的握力反了 而是说 傅宽奇 他跟韩国瑜真的是占有 而且是非常挺他的 在过去年的这个选举 甚至是党内出拳前 就这么挺他的人 现在都看了都晕倒 他就更散了 自己人 打脸 要说忠言 那是不是逆了 我就不知道 就是他这样讲看了都晕倒 我相信那种一种爱私生者之切 觉得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提出这种方式 就是不认同他们这种采取这种方式 就像最近以来 大家一直会猜出他的幕僚正义里面 好像分成主战跟组合 就是鹰派跟割派 这样好像像鹰派的这个做法 这样散风 但是就如同你刚刚问的第一个问题 法律战很明显 今天中午高等这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北高行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就是法律把这个 原来你想要政治归政治的 你丢回法律 法律就是驳回 就踢回去给你政治 你还是由你政治解决 不要再把这个司法扯进来了 所以很明显的 他们在抗告这个动作 可以说可能踢到一个铁板 而这一点我觉得也不意外 因为你要就用法律 去办住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或者是要托缓了 罢免的这个投票 6月13也好 或者6月6号 就不管 6月13以前这个执行 这样一个罢免投票 然后一定要办理这样的一个 这个属于人民的 这个创制复决的这样的一个 还有选举罢免的 这个公民权的自由 不太可能 那但是他用法律战 可能就是原先我们就讲过 他只是要凸显其中的一些 突兀 或者是一些不合逻辑的 这个地方 他们自认为会有一些状况 跟原来所法律规定的 会有一些漏洞 或者是怎么样 可能界定的不是很清楚 那没关系 那是以后可受公平 对所以失败啦 所以他们想要凸显这一点 但是就他们的立场 他们觉得以后他可以拿这个 不惯的去拿出来讲 这是第一个 所以他是政治受难者吗 不是政治受难者啦 这个不算 那他失败了 那反而就认定了 这个罢免是合法的呢 不是对合法的这个罢免者 更多鼓励吗 他这个动作就是不成功的啦 就没有办法 但是可以 所以就是错误的决策 所以看来晕倒的那个 富贵期比较有政治办法 所以两派的意见 之前相持不下 显然那一派 英派或主战的可能 就如同他的 认为可能会透过法律成功的人 是判断错误今天 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原先他们 不知道他们在思考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会面临这个局面 因为我觉得就是会变成 有点类似这种 兵败如山倒 那他的这个 这个委任律师 叶清源是我们国民党的 考纪会主委 他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 他哪里来的证据 硬要去扯这个陈局 除非你有很明确的证据 我不晓得 你觉得扯成局有用吗 扯成局会引发的这个 律营更大的反弹嘛 对不对 他说派人团体背后 主导者是成局 但是你有没有拿出证据 我觉得你要指明到 尤其是学法律的律师 你要指明到性去指控一个人 最好你有充分的人 事实低误的事证 事证 你要拿出来给人家检视 只是把一些媒体猜测 或是凭空谬误的这个 好像在写报纸写小说 我会觉得风险会很高 所以他拿这个来去把他扯出来 伟任律师去讲这个 我觉得也可能对于这个法律人 作为一个法律人谨言慎行 很多的这种动作 不是要有一些政治人的言语 但是他显然是政治动作嘛 他是希望这样子让反陈局的人 或是这个让要支持他 不同意罢免他的人 他想要召唤 那这个政治动作 扣姐他就要考虑到那种反效果了 万一他那个想不成 然后反而激起对方的这个不满 你拿出来这样 就会又升高刚刚来宾所讲的 你让两边对立的 其实对你就好吗 这不是笨蛋吗 你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 你要激出更多 而且罢免是绝对不能宣传的 你要怎么样在短时间之内 这两短短一两个月内 激出不同意大于同意 我觉得那是天方夜谭 不可能 除非高雄整个垮下来 那是不太可能 你要在短时间内 把不同意激出压过同意呢 那真的难上架了 比总统大选拿817万票还难啦 所以你很悲观啊 对结果 现在的这个状况可以说 我认为就是罢名 应该会 已经成功了 应该就成功了 然后就会投票 不管是现在4月17号 4月13号 或者是5月13号 6月13号投票 都一样 这个结果就是很明显的 所以刚刚其实我也认同来宾说 坐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你这个时候 他本来就是要把 这个市政的专注度集中 今年1月11号的 这个总统立委大选 包括他跟国民党 都尝到了这个大败的教训 所以高雄市民也用选票来决定 也让他知道说 就是不同意你去选中 他也尝到了那种苦果了 只是这个苦果是延续去年的 这个选举动作 一直到现在以来 那种高雄市民的不满的这个情绪 或许在这段时间 因为防疫这两个月 如果说面临罢名案到投票前 努力的把市政专注度集中 更集中 然后甚至他现在因为临时会 他们也说 他们从来不会去说什么 怕去议会报告 他说他要去 他要去 我相信他也会要去 那个主导的都在市议会 因为每一个县市议会 都会有这个本会主义的 这个主导权 如果市议会排的怎么样 我就认为就去啊 去就去有什么关系 那个去备巡 不管临时会 你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就到现场去 或者是更是部门工作报告 然后开始的 你就到那边去 哪怕你是一路挨打一路挨骂 我用这种心理悲观的心理想象 人家在骂你 或者是羞辱你 也没几天了 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就把事情做好 那至少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然后被人家监督 这是合理的 因为行政部门 本来就是要被 民意机关所监督的 这个事情你把它做好 我相信历史 或者是到时候 不管是不是真的 罢免成功了 对韩国瑜 对大家 对或者支持他的人 自然会有一番这个功过论断 不过这个韩国瑜的 崛起跟这个衰落 确实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 他的政治判断 从他当选的一刻开始 想选总统 一直到今天为止 看起来都是不正确的 而这个不正确呢 在一人就全党的情况之下 变成一人害全党 不过这个党 似乎他们在很多的 重大议题上面的作为呢 也没有办法顺应民意 我们看国民党的党团 在立法院里面 从这个有的防疫开始 疫情指挥中心 他们得到民众高度的肯定 的同时呢 立法院呢 从吴思怀 叶玉兰的气炸锅 到陈玉珍呢 他的这个口罩 台湾不是国家等等 到今天早上 还在问纾困案 在那里争吵 为了华航 要不要证明 在那边 这个纠缠不休 那这个结果 对国民党好吗 我们来看最新的情况 那些现金 我就拜托各部位 能够尽快到位 就是直接入贷 越快越好 我现在只要求各部位 找出受费者的名单 纾困拿现金 行政院设定排付措施 身心障碍者 中低收入户 弱势家庭 一次加发4500元 自营业者 接案工作者 一次领3万 受影响企业员工 补助薪资最高6万元 总预算1035亿元 估计有300万人 会受费 还提供劳工纾困贷款 最高能贷10万元 第一年利息 由政府买单 但国民党 还是不满意 怎么样把需要 被照顾的纳件 我们也会在这几天 好好在思考 那彼此 透过协商交换意见 我觉得都很好 理性讨论 最重要是 发放现金 排付 把需要的人纳进来 标准怎么切 我们大家好好来讨论 华航该不该改名 国人在知名联署网站上 发起证明联署 将中澳航空证明为台湾航空 高达5万2千人联署 连美国CNN都跟进报道 CNN访问位于新加坡的 航空分析师索比 指出要改名 现在可能是理想的时机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未来几个月内 航空公司将进行改变 如果获得民意支持 实施起来就不会那么困难 原本时代力量党团 和激进党立委 陈柏惟分别针对华航护照更名 提出公决案却卡关了 有案子当然我想都有共识 我们都有一定的想法和共识 我们也会提案 必然来处理 然后今天不处理 下礼拜也会处理 然后因为我们也有 也有相对的提案 这本来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假议题 第一个立法院没有共识 这个国家对这件事情 也没有共识 也不需要浪费时间 去讨论这件事情 会哪一个国家 因为是华航运的口罩 就不知道口罩是台湾送去的呢 不要侮辱人家的智慧 也不要侮辱自己的智慧 不过这个国民党委员 讲的这个话 好像显然没有办法 得到民意的大部分的认同 今天早上立法院里面 为了纾困草半天 还是没有过关 到底是为什么 今天早上本来民进党的党团 是发假急动员 就是为了跟国民党 在做那个假急动员上面的表决 但是后来国民党 他自己先弃手了 要求说民进党团 需要再跟他们做一次协商 所以我们的这个有关纾困条例 能不能通过这个两千一百亿的预算 会延到下个礼拜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 昨天到晚上五六点的时候 国民党党团还是非常坚持 他们所说的就是发现金 然后要发给全部一千七百万人 那我们的说法是说 第一个这是根据防疫的纾困 所要用的 所以要用在刀口上要救急 哪些需要救急 在这波的防疫里面受到经济弱势的 大概有劳工 还有一些真正弱势 在劳动部呢 所这个累算出来 大概是三百万人左右 那会发给最高大概是两万 最低是一万 然后总共发三个月 那这些钱会发给他们 就是蔡英文总统 在脸书上面说的 会直接贿赂到他们的账户里面 其他如果你是属于企业 或是属于其他真正在这一波 像交通运输业受到影响的话 那就用申请制 那这才叫做纾困 但是国民党就要用这个撒币的方式 说那这样子全部一千七百万人都来发 那他们的排付条款也非常的有据 他们的排付条款是等于是说 你的年收入在两百万以上的才叫付 那大家都会想出来 现在全台湾的不需要纾困 就是还是照常领得到薪水的军工教 其实根本不需要纾困 我的薪水还是照领啊 从来不会少一分一毛 所以他们在做这个纾困上面的时候呢 我觉得国民党为了讨好所有的人 反而会害到真正需要救急的这些纾困的人 因此民进党团是不同意国民党团的意见 那国民党团就要求说 他们回去再算一下 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 这个延迟来延迟去 民进党不是多数吗 我们是可以 他是这样子 如果他不签表决的话 我们就等于要冷冻四十天 冷冻四十天 那就更让这件事情就拖更久 纾困的这个即时需要一个人就更久 一个月两万块那个更没有办法 对对对 所以现在是不发钱给需要者的是国民党的立法院的党团 他们没有办法在时间上面赶快配合 为什么 为什么 希望能够纾困 然后也是希望能够救到这些人 那像刚刚刘思范委員讲说 如果军工教那种就本来领这个死薪水的 他们没有受到影响 那其实执政党团也可以跟在野党好好讨论 那就连军工教那种临死薪水也一起排除掉啊 就是排负你可以再排除 一千七百万人你可以再排除掉 不是 纾困里面是纾困也需要纾困的人嘛 你要他们讲清楚啊 他们列出来名单就是一千七百万人都要发 我知道啊 他们是算那个一千七百万人 这个这个就是现在讨论的是说 他们连一开始纾困就要把所有的人都放到里面 对 那你们要求的是先让这个啊 就是受到这个影响的人 他可以得到即时的这个书写嘛 对不对 我们是救急 这个这个事情呢 到底是怎么发展下去 那你会不会伤害到现在真的没有收入的这些人 那是你们双方要讨论 对不对 那在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一波 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讨论的 China这个字已经是被这个病毒化 所以呢 华航证明这件事 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讲都不是意识形态 就是China Airlines的China要跟那个中国武汉肺炎 COVID-19放在一起我们不爽嘛 我们China被认为是China 这个有人看到China然后以为是台湾吗 我不知道这个啊 国民党的委员是看到哪里来的这个外星人 会有这样的脑子上的不同的翻译 那结果呢 华航改名这件事情 蓝营仍然是从意识形态来讨论 绿营的人第一阶段是用辨识嘛 对不对 那最好笑的是 蓝士宝在脸书办了一个 华航改名的一个投票 那结果呢 得到了86%的民意支持华航改名 这是蓝士宝在上午8点30分这个15号举办 你是否支持华航改名投票活动 截至呢 这个昨天晚上的为止呢 总共12小时 有14.4万名网友投票 其中12.4万名支持华航改名 2万人不支持 那赞成改名的人说拿掉China怎么了 全世界都认为China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不行还要大家陪你们做梦吗 当然要改 不想和中国画上等号 很丢脸 我们是台湾 Taiwanese 不是China Chinese 感谢凝聚台湾共识 花那么多钱捐口罩 被认定是中国捐的 值得吗 那结果呢 这个啊 他 意料之外的票选结果 让网友笑说 同温层取暖 结果冻死 是保会倾听民意吗 赖委员目前的投票结果 应该让你大吃一惊 出位 这个啊 跟以前的料想不一样 希望你不要因此动怒而惩处你的小编 那还有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委员 也很奇怪的 就是陈学胜 网民出征林书豪 陈学胜说要叫陈时中踹共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想啊 其实这刚刚那个赖斯堡 那个投票 其实我有去投了一票 这个我路过看到了 就这建议勇为稍微支持他的一下投票啊 我要强调他自己的粉专有十六万人 可是他投反对改名也只有两万人 连他自己的粉丝看到可能都觉得第一投不下去 第二个就是就是就是真的啊 这个真的对他们来讲 就是其实我现在已经不是说绿营要改名 对 也不是中间选民要改名 连来名的人都觉得说 好像这个时候处理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送口套去给人家 结果贴的是一个China 的确会造成误论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改名的 就是中华职胞要不要改名 因为中华职胞是全世界唯一 现在正在打的联盟 然后美国人都在看啊 看了这样奇怪 为什么是叫China 所以实际上China不是说 我们去污名化他 是他自己本土的疫情 造成他的名声不好 所以大家都现在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共识 就是说如果有的话 能不能把他这个占的比重 尽量减轻改名是一个大的议题嘛 他可能牵涉到很多的层级 那现在就识别的先淡化 或者你送出去的物资 看我们那个旗子怎么挂 这个是比较可以先处理的 就处理 我想这个都有共识 但是我觉得蓝莹有些人去心痒痒 就是他觉得说 我还是可以去再去做 我传统的那一票支持者的情绪动员 他就透过这个我就办一个投票 我也不说到底是好或不好 或者说民进党要做 我们也没办法挡 我们不会做刹车皮 他们就是采取这个比较软的态度 希望能够从中间提款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程学胜浪的做法 最近有非常多人问说 奇怪 程学胜为什么一天到晚跑出来 他现在到底是要干嘛 其实他现在也没有位置 所以他就需要透过网路 不断丢议题出来 去带动一波网路的声量出来 可是他的操作方法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负面行销式 他丢出来的东西 自己人可能不见得会有很强烈的感受 但是外面人会把他骂爆 这骂爆他的过程中 他的网路声量的确会上升 我不知道他抓数据的心态是怎么样 他如果是抓正副相一起抓的话 他会抓到说 我感觉程学胜好像爆红了 可是就我们的想法来说 这种爆红好像不是一个好的爆红 像是他要这个陈时中出来为林素豪讲话 我说明一下这个事件 林素豪因为他在中国打球 林素豪现在是在中国打球 那中国的子男一直没办法开散 所以他也没办法做什么事情 所以他多多少少就协助中共进行 某种相当程度 比如说厘清不要叫武汉肺炎 叫新冠肺炎 要投入一些这个医疗上面的援助 其实也算是还好 因为你拿人家的手软 你要做这个表态 那是一回事 但是台湾 这边可能有人把他转 转传他的讯息 有一些乡民看不下去去指责他 或者是我现在不能排除那些去骂他的人 也有可能是特定势力 养出来的网军 不见得是台湾 反窜 有可能是反窜 但是我们也没证据 就是我们要强调很多是反窜的部分 因为台湾人真的 你会真的看篮球 你会管林素豪讲什么 反正他都已经慢慢要退下来了 其实你不会去在意 那一般人也不会觉得 他是一个很壮大症的象征 当然不管怎么样 林素豪被骂这件事情 让陈学生觉得说好 那我一定要把他跟台湾本土做连结 他怎么连结呢 他说两年多前 陈时中在一个颁奖典礼上 曾经碰过林素豪 所以既然有一面之缘 那现在陈时中 要不要出来帮林素豪 来讲几句话 来指责一下网军 这个牵师也牵太远了 老实说 我们人类生见过那么多的人 握过那么少 我跟一大堆人上过节目 难道他出什么事 我也要站出来讲两句话吗 这个就是硬拗 不过他很成功 因为这个关键值全部都可以串得起来 现在陈时中的声量很高嘛 这个新闻一定被带动 陈学生的新闻又被带动了 问题是他是个落选委员 不过我告诉大家 很多人都以为陈学生是胜选的立法委员 因为他在落选之后 这个疫情这一波 不管是帮韩国瑜大打出手 或是帮那个疫情当中的那种 跟中国有关的这个事件 做正面的对抗 他都是在插花 插到最后 很多人以为他是现任的立委 所以国民党现任立委真是惨了 现任的立委反而被 现任立委也有他的惨 他有另外一种惨 太有意思了 那林书豪是跟他的粉丝之间的一个关系 其实对 就简单一个呼吁而已 但是陈学生他是利用陈时中 来让这个陈学生呢 自己呢也被关注 因为呢 他说刚才这个韦豪讲 韦豪讲到就是说 他说2018年的时候 林书豪获选我国反独有工人士 亲自颁奖给他总统 那现场最吸睛 然后呢 他这个现在呢 被这个出征 他说当时的新闻里面 最三位部会首长 只剩陈时中 在当时 所以陈时中是台湾当前讲话 最具公信力 最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真的很想听他讲讲 林书豪几句话 会有吗 等到吗 这个真的是 这个是 就是完全是硬 什么鸡腿 放到牛的身上 就是关键字硬拉起来 把自己的声量带起来 硬是跟人家牵扯关系 这个只能说是政客的 投机手法 但是对国民党有帮助吗 因为他也不是个现任立法委员嘛 对不对 那国民党怎么老是做这样的事情呢 请教一下这个竞平 陈学胜 他在这个以前担任立委的时候 在你们桃园立委失败 落选呢 而且败给他的 赵振宇嘛 不是吗 对巴德大西复兴 那边那个选区 还有中立的十几个里 那陈学胜以前在当委员的时候 他本来就经常会上电视节目 然后也会在脸书上去发表 这些公共事务的评论 他的作风其实也一向如此 那就算是现在立委选举失利了 败选了 他也没有继续再担任这个立委成功之后 他还是在媒体跟网路 有他的一个声量 那他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对国民党来说 当然会有政有负 就像刚刚扣姐讲了 有些人可能还以为 他还是国民党立法委 他最惨是 人家以为他是国民党立委 所以他的言行的负面度 绝对会加持在这个 对加重在国民党身上 国民党还要担负 你觉得公平吗 他不公平啦 就加注在蓝营上面 不公平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也不能去约束他 那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说什么 也不是现任的立委 你说要用什么立委考核 他已经就是无官无职 无事一生亲了 就是充其量 就刚刚讲的都上节目 上媒体上网路 而这也是他的自由 而他讲了有些东西 有他的个人意见 也有他一个真实的看法 又对华洋 这个整体的一个时势的真边 他如果选择的题目是好题目 我觉得可以接受嘛 你觉得他叫陈时中 替林书豪讲几句话公平吗 那是他的见解 可以叫江锦臣讲几句话呀 可以叫林志玲讲几句话 不管所有公众人物都可以讲几句话 不管他叫谁讲几句话 可能不太有人会回应他或理他 所以这个题目本身 所以他自己可能 我就讲自己只是叫一叫 废一废而已 那我觉得可是网友会很认真 网民会很认真 所以我会觉得说 大家不要这么认真去看待 尤其是已经也不是一个真的热线 热线公司的这个言论的啦 我补充一下他的数据 他的正面反应和负面反应 正面反应二十趴 负面反应是八十 对呀 所以国民党倒霉 可是他最近从疫情开始 三月底开始冲这一波 的确他的声量有起来 他每天的声量都维持在一两万左右 好 但是我的问题是说 现在又没有要选举 除非他去做高雄补选高雄市长 以他的声量 那因为大部分的政客好了 这一类选举过的人 这样子的情况 这样我们都认为是政客嘛 或者是你要参选 你要参选你要有选举 你才要趁你的声量嘛 他什么事都没有刚败选 刚败选还不到几个月呢 他就一天到晚这样踢来踢去的 朗东是网路专家啊 他这样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对国民党有好处吗 国民党的这个形象就因为这样子 好几次这种弱智的政治人物 的表现 慢慢的就在年轻族群里面 一直被唾弃 一直被唾弃 一直这个被远离 那国民党也只能说不公平 讲不出别的话 厚姐讲得很好 这个谜团 我刚刚仔细思考 已经把它解开了 因为就是在 他就是种了韩式病毒 去年陈学生的时候 就说他跟韩国瑜是好兄弟嘛 然后去年十月底的时候 还是讲说什么 韩国瑜去加油站 借厕所 真的是很有魅力的这个行为 其实对陈学生来讲 这是我的主观揣测 他觉得过去我兢兢业业 做一个专业立委 就知名度比不上韩国瑜 这种耍流氓耍嘴皮质的人 所以他脑子一转了之后 觉得说我也可以学这一招 所以他现在开始整天 就胡说八道 刚刚讲了几个点 其实还有一个更新的 例如说他还帮张经义 就是上海东方卫视的记者讲话 然后说这个上海东方卫视 这个可以去白宫这个工作 在中国这个党媒底下工作 是多少 怕他自己的年轻人的梦想 这其实是一件很匪夷的事情 你还原这个事情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中国的媒体要去找川普麻烦 所以川普就会问说你是哪里来的 就有上海东方卫视电视台的记者 他是台湾人张经义 然后呢就就是说他是台湾来的 其实他应该回答 他是来自于上海这个电视台这件事情 而上海电视台背后就是上海党委书记 党委市委他是直接归党赢的 所以这个目前最新的话呢 我们那个陆委会可能就是要涉及要调查 他是不是要去裁罚 他是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件事情 张经义的事情叫陈时中出来讲两句话 还可以连得近一点 因为张经义是问疫情 是 是 是 那你就讲 还可以连近一点 你说叫林书豪 陈时中又不是篮球专家 那是因为那是因为林书豪讲到说 不要用武汉肺炎这个名字 当然因为他说陈时中说要用武汉肺炎嘛 对不对 那问题是说这样子 你可以激发臺湾人的共识吗 因为林书豪是年轻人 他以为说他有这 林书豪有 年轻人的这个 这个网民粉丝 所以他利用林书豪说 不要撑武汉肺炎 但是我这边在 以我是医生的立场 我们来讲一下 到底哪个名词才是正确的 因为很多人说武汉肺炎 新冠肺炎 新冠病毒 到底要该使用哪个名词 事实上我们那个医生 事实上都没有什么意见 我们都是保持中立的立场 但是从历史上来看 每次谈到一九一八年 西班牙这个流感大流行 西班牙H1N1的这个流感 他是属于A1型的流感病毒 可是我们一直在 在那个医学会的讨论 或者是在这个跟医学生上课 我们也会讲到说 一九一八年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 那时候欧洲死了一千万人 那你说西班牙会不会来抗疫 可是好像西班牙现在也没有人在抗疫 都西班牙他有提出来说 你不可以用西班牙流感这个名词 因为可是他是一九一八年 距离现在一百年 所以我们称百年大一 从一九一八年到现在二零一九 或是COVID-19 刚好是一百年 所以我们会讲说百年大一 刚好是隔一百年 每隔一百年 可能会有一个瘟疫大流行 刚好是这个时候 这个所谓的武汉肺炎新冠病毒 然后造成这一次 所以林出发他提出来说 可不可以不要用武汉肺炎 但是我们是持这个中立立场 陆陆续续有前微的杂志 从TIME 医学协会的期刊 外交政策杂志陆陆续续 续在看台湾 为什么防疫可以成功 所以WHO会有相关的官员 打电话给我们的这个张上纯教授 去跟他做这通话 一来我认为说这一小时的通话 正面的思考是说 他肯定台湾在防疫上面的处理 所以这是一个正面 另外一个思考是说 其实国际上面给予WHO的压力 很大 它必须缓解压力 说跟台湾有相关的互动 但是正 更 我认为更严肃要思考的是说 其实台湾对WHO 过去释出说要参与 有七成是被已读不回 七成 你一些专家会议 也许有咨询我们的意见 你通过一次电话 不代表我们有实质上面的参与 不代表我们有实质上面 可以对国 全世界的卫生 或健康有任何的一个表现 或者是贡献 我认为最严肃要去思考是说 WHO过去在对台湾有七成 是已读不回的情况之下 不是现在用一通电话 就可以告诉美国 或告诉全世界说 你已经跟台湾 取得有效的联系 对台湾的防疫有帮助 不是这样在化解压力 实质上面 台湾目前防疫的这些成效 从制度上面 从第一线医疗人员的付出 到指挥中心 目前整个 我认为是有条有理 刚刚举的例子 你从武汉肺炎的首航班机 第一个案例出现 无法处理他的时候 马上修过特别条例 马上用这个美国的两个例子 与法有据 马上可以来办 台湾的一步一步的做 好 是三九三跟三八四 这个我们确实是院长告诉我们 大家要这个请假 不认识 就说自己人 因为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可是你从他的作为上看 看起来好像真厉害 那这个很多 我们纳税人就会觉得 我被你这样子这个吃干妈镜 那我不能追究你吗 所以今天地检署 这个桃园方面出来 触动这个动作 大家都大快人心 你怎么看 今天听到这个消息 我认为不管是行政法 还是刑事调查 还是真的查得好 因为这会让很多的 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民众 都觉得说这口气不能咽不下去 因为虽然我认同这个 陈时中部长他说 不管是这个在国外 或是哪里回来的 只要回来的 我们这个部分他是得到 只要得到的这个确诊的状况 我们一定要救治 我觉得OK 但是你不能利用我们台湾政府 这样的一个善心一视同仁 你只要回来确诊 我们政府想办法救你 陈时中说我们台湾的这个 康复率 百分之三十三十九点二 百分之三十九点 将近四成是全球数一数二 这个康复率高的 死亡率呢 只有百分之1.52 那是相对也是 这个死亡率是全球数一数的 像酸酸酸酸酸低的 算是这个在防疫之外 是台湾的这个 国际的支优 这个防疫支优生 那这样子那我们因为照顾这些回来 他得到确诊回来 或者是回来之后发生他确诊了 然后花了再两百多万 十三个人就三千七百多万 那OK 政府也愿意这个请全力 然后花公务预算去救治他们 但是我觉得 你不要骗人啊 但我觉得那个心态有问题 除了去国二三十年 那中间只回来两次 一次两次 就是可以数一数都数得出来 如果我们国家 过去发生那么多大事 不管是总统大权什么 你都不愿意回来 我们还有9月1月1点 地震过 因为现在他们两夫妇 都是从纽约回来 而且吊诡 他们是在3月29号 跟4月1号 跟4月3号 两夫妇分别都出现 至少三次的症状跟发病了 那纽约现在是很严重 所以你不要说纽约市长 跟纽约州长谷摩 他们现在都在喊就要求救了 所以纽约现在状况很糟糕 医疗体系又接近已经崩坏了 所以会不会在那个情况下 你2月19号接触到美国确诊的人 然后发现自己也确诊了 回来你却不告知 在那边登机之前的健康声明书 或是怎么样调查 有没有确实如实的声明 或是填写清楚 我不知道这个程序 那你就上了飞机 那这两班飞机 而且他们前后错开 老公先回来 按384先回来 然后老婆393 在后面才回来 而且本来他们家人 跟我们这个防疫指挥中心说 4月10号回来 后来又临时说 把班机取消了 所以延到4月11号 害我们要去助记的时候 都来不及了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他太太393 393是384的太太 所以这个心态 我会觉得 你们两夫妻班机隔开 然后不搭同一个班机 然后又这样子 也不能说是障眼法 说4月10号 一下说4月10号 一下又说4月11号 我们要助记都来不及 那我会把这两架班机上的乘客 我会觉得还有机组人员 他们很倒霉 他们也不知道你们两个 就是已经在那个症状都出现了 发病了确诊 搞不好你在美国就已经确诊 可是美国没办法救 你回到台湾来 那这不是利用我们的资源吗 我还是重重复承认 强调陈时中本来的句话 陈时中说我们政府一定会照顾 这些人一定会救他们 但你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慈悲心 然后把大部分的人 和民众的不知情的这个状况 就踩在脚底下 所以我还是会认为说 这个心态有问题 所以今天台湾地检署 去做这个调查动作 我们会觉得大快人心 而且也要查一查 让社会当中知道 到底他们抱持的是什么样的态度 不管怎样 他有没有行事责任 或者是要不要罚他钱 总而言之 他背后的那个动机起人疑斗 然后这个让很多的 我们的国人对于防疫 跟这个我们的纳税人的金钱的使用 会这个不爽嘛 对不对 所以林医师这两个案例 确实有疑点吧 384跟393 是的 当然是有一点 因为我们台湾在三月十几号之前 我们都大概五十几个六十几个病例 就是那一波那个出国 突然增加了两百多位到现在 那这里面有一半是旅游回来的 有一半是留学生回来 当然我们台湾自己的留学生 到国外去 然后他们回来台湾 觉得台湾比较安全 那因为我们知道各个医学中心 都有治疗这些确诊的病例 很多是二十几岁到四十几岁 而且都是亲证的 那他们这些留学生说 我们还是觉得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祖国 台湾比较安全 台湾还是觉得比较幸福 台湾的医劳水准够 所以这些留学生 有一部分留学生回来 有一半是出国旅游 那当时是因为我们那个 对宣布旅游升级第三级 稍微有点晚 所以导致境外移入了非常的多 这是第二波的遭遇 第一波遭遇是武汉回来 第二波遭遇是境外移入 第三波遭遇可能是东南亚 或是非洲 南美洲这些国家回来的 那这个我们都认为使用者互惠 对 三八四他是因为他是 他三八四三九三 他们两个在美国 有跟确诊病例接触过 那他到底跟确诊病例接触过之后 他是不是有症状 好像中间是有症状 他有这个 那对啊 对啊 他说是喝牛奶造成的 他说是喝牛奶 然后三八四先回来 但是三八四回来 有在机场主动通报 所以立刻就已经这个检疫了 那个时候 他就他就已经去隔离 然后确诊了 确诊了之后要助记他太太 结果刚才靖平说的 他的太太就在那个时差的那个空档上 他就上了班机 那问题是说你上班机的时候 如果你你告诉我说 你先生是确诊病例 我整个班机可以做防护啊 那家公司多倒霉啊 他没有做那个非常非常严格的防护啊 对不对 所以才造成了大家的愤怒啊 这个是对的 这个跟所谓医者这个 无差别应该是没关系的吧 因为每一个确诊者的医疗费用 差不多要六十万到一百二十万 是非常非常重 如果是重症的话 甚至要超过一百万以上 在两千零三年 我照顾一个真正确诊的 肺部有这个呼吸窘迫症候群 X冠片两边的肺部都白掉 然后使用呼吸器很久 之后还要帮他做护健 然后还要打很多高蛋白 很多那个一些昂贵的药品 那还有一些院内感染 一些多重抗氧性细菌等等 那这些人发挥至少都要一百多万 所以对于这些确诊病 我们观念是说应该使用者付费 可能是不是要立法说 对于长期住在国外 你也没有缴健保 您这些人要来台湾医疗的话 是不是这医疗费用要自己付 是 当然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三九三三八四 自己要付钱 在法律现在规定上面 他可以要求他自己付医疗费用 不过的原理上法律传染病 所以现在我们的国家的想法 是说我们先出这个钱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但是你有什么后续的 延伸的相关的责任的话 那一方面我们可能修法去补 那一方面看他现在就是 如果是第一个查 这两个人就是很不道德吗 不管怎样都很不道德 当然是不道德 对 可是我们重点是 先把他的问题至少堵住 对于CDC 就是不要让他再扩出去 你回观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们不管是在纽约市 确诊病例 或是在台湾确诊病例 他都是这个传染病的病例者 那对于这个病症的防堵 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就做到 也帮助全世界 那是医者复复心 对啦 但一般民众会觉得 你生病才回来 而且也不先讲清楚 对 你不是 我们不是不欢迎你生病 回来 是说你要告诉大家 你要不要把那个 跟你同班 你不要害别人 他们这件事情 就他们害了别人 那有花到我们的钱之后 这个经过这个调查 会不会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对不对 理论上最好还是 针对这次的经验 我们去做一个 比较宽广的配套的修法 因为有时候 我们在这边提前 预作的太过紧密的话 人家到那边 搞不好就从头到尾 撤离引力 机场一入境 你要想他如果先生 也不讲 从而引力到你的问题 更大 担心所有都会都会这个 就是如果你要设想他会非常的自私 问题是他是主动申报 其实那个384先生是到了他这个从纽约回来经过一个时差十几个小时纽约回来要16个小时之后他就立刻就主动申报 然后确诊了之后去去去回过头去追他太太太太太太太已经上飞机了那你你就不能说一声吗我们飞机就可以坐这个钻石公主号式的那个那个那个强烈记录 看他那个时候他先生跟他太太打电话联合你们两个人在美国还跟确诊病例接触过这有点这个军心所以这一招今天台湾人会觉得这个动作是对的吧 对这一定要查 因为你说查下去之后你能不能证明他是故意这其实难度有可是你不查的话意思是说大家都可以有终容所有人都这样 大家都来来所以你现在来你如果有一些侥幸心理的国外的人他明明知道自己有症状那你还是要来我告诉你现在台湾就是会查 你就不要被查到被查到就是有刑事责任的当然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回来如果这只是你真的是心里面是很坦荡你也没有症状结果好使不止回来真的你有被感染了这个没办法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要自费啦就像前面所讲的这样的费用目前用法定创业病用特别预算去做所以说其实这个案例里面他是没有健保的但是还是会去医他因为是说他用特别预算做可是对台湾人来讲说目前医疗预算他不是钱的问题还有病床不足啊医疗资源不够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最基本医疗上的情况 自费这应该调整应该是要的他就是他还占据了这个医疗资源嘛对不对医护人员啊这个这个隔离病房啊或是整个的其他的一些相同的一些设备嘛所以这个案子是要找出公道是非跟这个医者人心的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啦但是要找出另外一个公道的就是中国跟WHO现在这个疫情如果趋缓之后 全世界就会追究WHO跟中国他们的责任而美国国会要调查全世界各国的领袖重要国家都知道WHO骗人中国隐匿疫情那接下来会怎样呢我们来看最新的报道 我想提醒你注意的是世卫组织负责人已经多次表示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产生的 多名共和党议员批评谭德赛没有能力领导世卫就该就责下台 而他上任隔天就高唱一中原则更在全球面临世界病毒时刻意排挤台湾 有议员建议新的世卫领导人必须能接纳台湾至少成为观察员否则干脆令其炉灶 想要美国继续投钱世卫就得砍掉重练 七大工业国领袖16号在视讯会议上也坦言 世卫长期管理不善确实需要彻底改革 不过当前疫情还在蔓延现在出手修理世卫对全球都危险 WHO跟中国在疫情差不多要趋于平缓之后 死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人染病难道不要纠责吗 所以白宫已经说了WHO长期管理不善要彻底检讨改革 而且川普说他有跟习近平谈到实验室亵渎的问题 美国国务卿说中国的疫情应该透明公开 然后美国的众议院的外交委会16位议员说 中国政府以逆疫情谭德塞决策失当 这是接下来要追究的这是美国 美国又跟G7国家透过视讯要求WHO改革 要求WHO改革就是你过去是被中国当成傀儡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是不是要改善吗 那你看马克宏总统他也说了不要天真的以为中国很好 那英国呢这个代理首相因为首相他虽然这个痊愈了这个武汉肺炎 可是还没有去上班 他说英中关系回不去了 那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讲得更对啦 他昨天就说这个组织根本就变掉了 所以接下来要倒霉的就是WHO的谭德塞为主的这个组织跟中国 中国讨不掉的他们的P4实验室啊病毒哪里来啊 以现在的美国跟先进国家的科技应该查得出来吧 他们现在是用基因溯源的方法去找啦 就是看最早的这个病毒株大概最早的一种形式从哪里出来 慢慢会有些研究资料出来 不过研究要出来牵涉到中国你有没有配合 因为最早的病毒都是在中国嘛 从其他国家推当然是没办法推到底 所以接下来会有一个大戏上场 就是世界各国会要中国配合研究 可是大家也知道中国前一阵子才出一个研究 出了一个文件说要暂停对于起源的研究 所以中国喊停对起源的研究 但世界各国逼中国你要把资料透露出来 给我们做这个起源的研究 所以双方一定会有一波新的冲突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那张图 它其实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WHO是川普很想针对的 川普本人对中国还没那么针对 但是他很针对WHO 他觉得你这个家伙都在帮中国 站在中国立场 什么时候帮我着想 好所以美国盯了WHO 但是其他的国家 他们反而是去盯中国 对WHO是比较轻轻放下 他认为说WHO还要救苦救难 救非洲救南美那些比较穷的落后国家 我们还不能给他断粮 但是中国有他的责任 中国有他的责任要去做厘清 好那当然WHO 本身看起来好像一直被打 但是被美国打 但是好像有欧洲的支援 所以WHO的态度也没那么软化 像刚刚我们看到前面一张图 那个张善纯通话的那个专家 那个专家这个范科霍福 他其实就是WHO最高层的 专门处理这一次的相关科学技术性的 一个很重要的官员 所以跟他通话是有意义 他不是一个小卡 你觉得他打电话来的目的是什么 基本上只是说 有啊我有跟台湾联系 你们不要说我们没联系 对你可以透过他的这个沟通的过程 你可以发现他其实对台湾这边的 这个相关资讯是很不了解 所以一个初步接触 也接触了一个小时期 所以应该派人来这个现场司察吧 理论上如果资讯畅通 如果资讯畅通的话 你不应该第一次沟通就这么久 可能就是说打一通电话 接下来我们双方合作的开始 表示之前完全是断联 但是我们是很nice的跟他沟通 对 如果是我我就给你刮电话 对 不过现在 谁要理你 现在这一位也成为国际争议的焦点 因为现在他们在吵的 已经不是说会不会人传人 而是无症状的患者会不会人传人 那这一位专家他还是坚持 就是无症状患者 他的传染力是很轻微的 那其他国家就有点不太爽 会觉得说你的态度是不是又在有点有点模糊的感觉 他们不会讲说你是在恢复中国 因为现在中国就是一大票的无症状的感染者在那边爬爬罩 那些人到底会不会是危险呢 所以其实世卫他是慢慢慢慢在退 他并不是说 哇 现在已经人传人了 我就退他还没有完全的退了 我们今天这个仍然是零病例 那仍然零病例的情况之下 未来的口罩或说防疫措施要怎么样进行 那要请教这个李医师之外是 今天武汉很奇怪 他宣布说他们今天增加了 宣布说增加1290例的死亡病例 325例的确诊病例 他说这个是因为疫情早期 有患者在家中病亡 救治高峰期 存在漏报 持报跟误报的现象 会这样吗 这个合理吗 有一小部分可能他在家里 因为之前他们有封城 所以出来看病不方便 然后这样经济因素等等 那这个在家里过世的 不只是在大陆有在 我看那个美国 全世界都会有 全世界都会有 今天武汉为什么又突然 这个又诚实起来了 又开始要报新政 新增病例 因为美国人要调查了吗 我们以公衛或是医学 角度来看 事实上武汉那个地方 还有一些无症状代言者 那这些无症状代言者 事实上还会到处跑跑 因为他自己没有症状 他以为他是健康的 所以他们复工以后 当然复工是不得已的 因为经济防疫 是一个悄悄板 你今天防疫做的太过头 封城锁国 然后各行各业 通通关闭起来的话 大家没有病死也会饿死 这大家都知道的尝试 但是不只是这个武汉的这些胸腔重症的专家 那个杨医师 或是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张文宏主任 张文宏医师 他们也说现在大陆还有一些无症状的代言者 或是轻症人 你复工的话 如果说这个机构 或是这个公司 他的个人的防疫 包括戴口罩勤洗手 注意个人卫生等等 或是保持social distance 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可能还会再复发 造成第二次的outbreak 好 现在这个全世界 在关注的当然就是说 这个疫情在台湾 今天虽然是第三次 最近第三次 连续第二次 第二天是零确诊 可是我们下一步 应该还是在这个非常警戒的防疫当中 可是中国的数据 会让大家相信吗 他这个反反复复复复返反反 他曾有一度是他们确诊病例有一天增加到一万四千人吗 对不对 那个是应勇被上海调过去之后 今天突然又冒出来一些误报 漏报 迟报 那各界要怎么观看这个国家 他在疫情上面的所有的真实的这个情况呢 他的数据现在几乎国际上面都存疑 包括他前面一段时间在说他们复工 然后零确诊 那川普直接回答说 就希望是这样嘛 那日本的这个副首相也直接讲了嘛 就是直接打脸这个数据不可信 现阶段他有点像是诚实说 我过去有一些漏掉的案例 然后这些案例可能是病死在家里的 或者是当时没有确诊的 那他把它公布出来 好像说他开始诚实的当时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认为现在做的这个假象 其实是拿来对抗国际压力的 因为美国不管是最近这个川普 他停止对这个WHO资金的进驻之后 其实这个白宫的顾问 他直接讲了说要支持川普政府 进行这一个部分隐匿疫情的调查 以及对WHO的究者 这其实是相关的国际新闻 都已经陆陆续续出来 那所以对于追究责任这件事情 其他国家在防疫当下 可能还没那么有空 但是当疫情慢慢趋稳之后 就会思考说 为什么当时会有隐匿疫情 导致全球蔓延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中国跟你讲说 我现在开始公布我的这个病例 好像老实了 这个事情今天还搭配到另外一则新闻 是说他这个艾芬当时的这一个武汉医院的这个 即诊主任 他艾芬已经失联两周 被五国界记者组织在追踪 说为什么要失踪两周 他放了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他出来讲说 这个他还健在 然后这个大概三十秒 马上被这个国际上面 包括美国这个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委员 直接质疑说 你看他的样子就不太像是 就有点像是认罪的那个影片 他看起来精神就涣散 那艾芬是什么角色 他当时就是李文亮医师 同样的一个一批医师 艾芬医师他找到说 这个会人传人的迹象 后来他在接受媒体访问 媒体问他 他说他其实不后悔 坚持去宣导这件事情 他不后悔 于是这个人就消失了 这个艾芬医师 李文亮医师死了 他们无从消失 但是艾芬这个医师 当时因为发现了人传人 他后面就消失了 所以被国际去关注 如果说你又开始隐医疫情 连当时公布疫情的医师都消失了 所以现阶段 中国假装的